好 另外来看到生产桶干和茶叶 没到收成新竹峨梅乡的农民 就会运出来销售 不过道路坏损坑洞多 汽车还得闪避 乡公所在中央补助之下 花费1300多万元 改善中盛村的联络道 及湖光村八辽道路等等 一共5.9公里长 便利农产运输及观光 马路两旁是农民辛苦栽种果树 收获后运输全仰赖产业道路 提升路面品质 而每乡进行湖光村及中盛村 道路改善工程已经完工 到去年年底 由内政部营业署 也核定补助约1300万 我们公所也配合 将近200万的勤费 总共1300万的勤费 那在于中盛村和草康道路 还有我们八辽道路 还有我们环湖道路 在乡内的一个道路的提升 帮助注意很大 而美湖光山色 生产桶甘文旦幼和东方美人茶等农产 但多条产业道路和社区联络到 因年久失修变得残破 在营建署不住下 共花费1397万 进行湖光及中盛村道路改善 包含中盛村联络道 湖光村八辽道路 与一陵联络道等 共四段扑面 与部分路段 兴建党土墙和护栏 其中八辽道路是湖光通往 七星峨眉村与行政区 重要联络道 而中盛村这次改善 1400公尺长产业道 要让农民骑车运送茶叶柿子和柑橘石不用再小心翼翼躲避坑洞 二十几年到现在没有修 那个路面都坑坑洞洞 那个居民很危险 骑摩托车那很危险 这是现在做好以后 那大家居民感觉是很舒服 所以往后还是持续的 对我们乡内的各个道路来做一个计划 来跟上级来争取 那也很感谢我们内政部营建署徐部长 也很重视 在我们提升道路品质的计划里面 主要还是为了我们乡亲 对道路的使用安全 行车安全等等来做出这个计划 经过三个月刨铺施工 总计约改善5.9公里长道路 现在路坪好走 提升农产运输和观光品质 也让老幼进出社区更加安全